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时间很快 一个星期的交易就这样结束了 美国那边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一些科技公司 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包括Tesla 那么这些公司一些他们的业绩是好于预期 好过分析师的focus 所以你可以看到马股今天有起一些上来 可能跟这个是有点关系 KLCI起了15.48 说在1465.8 上涨的counter580个下跌的是278个 所以受到美股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激励 你可以看到今天一些科技股 蛮多科技股其实是有起的 像Ginetech也起了5.6% 然后今天当然蓝筹股 蓝筹股也是有起的 银行股当然是最明显的 然后像Mexis也起了3.2% Hanlon今天飙了9.6% 他最新业绩是亏少了一些 好先来一个小小的广告 我本身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 Stockpick 每个星期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走来到今天蛮多选股回双 还是不错的 像Chinch也起了5.1% 收在4.1%的价位 最近他们propos要做bonus issue 早之前我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57分也派个股息6分 这两年5个多月也是有989%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也要等一个14年 走还有其他选股我不说了 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像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投资家 他们长期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当中最出名的大师就是巴菲特 他本身当然是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我们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所以这绝对不是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还是蛮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 还是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接下来又跟大家来聊一家蓝筹公司 蓝筹股就是Nestle Malaysia Berhad 它的code就是Nestle这一家公司 所以Nestle的品牌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在全马 不管是杂货店也好 超市也好 Hypermarket也好 你几乎都会看到它的一个中营 这个品牌是非常强大的 当然Nestle的品牌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一个知名品牌 所以单单它的品牌就是一个蛮强的护城河 它的brand是值很多钱的 所以今天大市起它也是起了 起了一个两毛 所在134块6毛的价位 看回2020年3月份熊市 它的股价只有129块3分钱 所以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它也给了你4%的回酬 ok 但我知道4%是蛮少的 两年多 不过至少好过你买错股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买错股票的话 两年多可能就亏钱 ok 当然你买Nestle的话 至少你还有一个4%的回酬 相比之下当然是已经很不错了 这种行情 然后它的市值marketcap 316亿 破300亿市值的一家大型蓝筹股 ROE 92.87% 所求是多%的ROE在马股 也是已经算到是相当高的一个股本回酬 net margin 10.03% 所以新业绩4月26号出炉的 QOQ进步83% 因为它的revenue收入是有增加上来 那么Nestle它的业务当然它本身就是生产那些F&B的产品 ok 就是吃跟喝的产品 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像古类的那些产品 牛奶 各种各样的饮料 各种各样吃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品牌的综艺 好我们来看4月份最新业绩 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我们来看QOQ 按季来做比较 该说了它的revenue收入增加了16% 第四季度是14.7亿 来到第一季度是16.9亿增加了上来 为什么收入增加 因为这个季度也是有这个华人奴隶新年的加持 ok CNY 就是华人奴隶新年 那么新年期间 当然这些吃跟喝的东西 就会卖到比较好 然后这个季度它也有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ok 你可以看到Nestle 它一个强 它们一个强项 就是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 那么通常这些新的产品 都会让人有新鲜感 就会刺激到销量 那么再来 它在这个季度 它也是你可以看到 开始那些所谓比较premium的产品 so premium的产品 就是所谓比较高级 high class一点的产品 就是可能它会做到比较好的 比较精致一点的产品 当然它们就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价钱 so premium的产品 通常margin 当然是比较好赚 ok so它就 你可以看到它有选 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畅销的一些产品的路线 它就会推出它的premium的产品 以便赚取更高的利润 所以种种的原因 就让它的这个收入 有增加了16%上来 ok 这种行情其实是不错了 所收入增加 它的PAT税后利润当然也是增加 就从第四季度的1.1亿 增加到这个季度是2.1亿 它的profit 按季来说其实还是增加蛮多的 那么至于成本管控方面 Nestle当然万物同盆的时代 它也是免不了 它的管理层有提到 就是他们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会尽量的吸纳那个上涨的成本 当然你不可能100%的成本 很多人吸纳 那么一部分他们没有办法 直下 才会转让给客户 让客户去承受这个上涨的成本 这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一个 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说 就是因为COVID 马来西亚目前虽然是说 还在肆虐当中 但是目前COVID的情形 跟之前来比是有一些好转的 so next 现在他的员工做COVID的testing 都在家里自己做 所以这样一来 他们在COVID那边的这个testing 会省下蛮多钱了 ok一年搞不好可以省一个几千万下来 因为员工在家里自己做测试的话 那个成本就会省下很多 ok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Nestle这两年多 4%的回收当然是不高 ok 法治少表明说 他的股价还是有比较坚挺 在那边 那么当然 我知道很多人 包括分析师也说 Nestle他的PE高 ok 这是肯定了 你PE来看Nestle的话 当然不便宜 因为他一年 赚的钱跟他的marketcap来比 是一个有一个落差在那边 但是我刚才说了 人家毕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这是他一个蛮强的护城河那边 所以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的估值给到这样高 ok 市场给他这样高的估值 然后他的ROE 92.87% Net Margin 4.03% 然后来临业绩展望8月尾了 会出炉他最新的业绩 关键是要看他的revenue收入 能不能够继续的提高 ok 如果他的revenue能够再增加10% 上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是一个进步的业绩 ok 可以 如果他收入真的增加10%的话 应该是可以抵消到他上涨的成本 个人 个人 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ok 当然你track record来看 他是有了 当然不是爆发式的那一种 他在过去这样多年来 profit都有在稳健的一个上涨当中 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当然讲了这么一些 最重要的disclaimer就是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一遍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有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当然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里面收看 我们再会 bye